大家好 今集是《少言自由談》第56輯 我們繼續講新界故事 但是談起新界 有一個人物不能不說的 就是劉王法 劉王法也被人稱為新界王 也得到新界廣大的原居民的愛戴 他實際上也是實至名歸的 為什麼新界人這麼懷念他呢 他今天已經離開了 但是還懷念他呢 因為他是為了新界做了一件大事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他爭取到在《基本法》上的第40條 40條是說什麼呢 40條是說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受特區政府的保護 只是這件事已經能夠令他 明垂新界的歷史了 那怎樣爭取回來的呢 過程是很艱辛 當然大家知道 在當日的時候 《基本法》起草的時候 第一有國內的委員 和香港的委員 那國內的委員 一般來說對新界是不太熟悉的 第二 本港的委員 也都對新界有一些看法 因為他們認為 九七回歸之後 整個香港九龍新界 都一看的了 回歸祖國的懷抱 為什麼新界人 還要爭取他們的傳統權益呢 這些是不是 不對呢 大家應該一看法 因此 在過程裏面 梁發是東奔西跑 過程都很艱辛 那我有幸都適共其會 那過程裏面 跟大家講兩個故事 第一 當日的內地委員 也都曾經 和梁發談 怎樣妥善解決 因為他都聽到一些 港方的委員 就不同意的 當日包括柴梁庸 中大的校長等等 那怎樣算好呢 因為梁發在裏面 只得資工 是不是 那這時候 我們就兩親戚就商量 從這個 當年的港澳辦主任 魯平先生 把他負責 勸服他 給他一個意見 於是在北京一個飯局的時候 我和劉主席大家唱相網 那當時我們怎麼提出呢 我們就說 新界的社會是不一樣的 和香港 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回歸之後 香港是一個租借地 香港九龍是割釀地 那當日租了九十九年 租了給英國人之後 好 拿回來之後 主權當然歸屬中國政府 是不是 但是那個土地業權 就是因為新界的特殊情況 是不是應該之後土地業權 應該是給回 1898年之前的土地業權人 歸給他們呢 就是因為在法理上 在人情上 都是說得過的 那當時在法案局上面 除了魯平之外 還有幾個當日港澳辦的人 那魯平就是面色一沉 就問郎發 是不是你的意思 施生所說的 你親戚所說的 他說我都同意這個看法 不過我們都會大體的 如果是我們的合理要求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新界人所擁有這些 是這個傳統和歷史性的權益 希望呢 中方方面是妥家 審慎 考慮 其後呢 魯平都接受了 所以有一次回歸之後 魯平落到香港 對新聞 也曾經公開講過 讚揚新界人 當日適大體 就土地的問題 就不去糾纏了 按照 基本法和中央政府的 意見執行 所以 在過程裏面 就有些小插曲 另外呢 就是在基本法 接近最後階段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不明白 就說 魯平就擔心 很可能就 流產哦 沒有了怎麼搞呢 沒面目見江東富 老婆回到新界怎麼交代 就是啊 那 於是乎 有一天 就 老大便打電話給我太太 就是給她妹 就吩咐她妹 無論如何你叫 叫阿蕃 那 馬上買飛機票 上來北京 幫忙解決問題 那於是當日 飛北京的票就賣光 但是 唯有呢 就轉天津 然後在天津再轉機 飛北京 去到北京飯店的時候 都八九點鐘 北京飯店都沒有飯吃 你知道當時 那樣的話 都很聰明的 他就說不要緊 我叫了一些送給你吃 結果要靜下來就可以了 於是乎呢 前往之後 我們就面對當日的問題 怎樣解決 包括 新界人民所擁有的權職 是什麼 勞列得清清楚了 還有理據為什麼要包含 但是我們都清楚 比如丁權等等的事情 要在基本法裏面勞列出來 是不現實的 因為基本法作為憲法 是精簡的 我們只要能夠通過這些解說 對合理的訴求 相信基本法是可以寫出來 就是我們爭取到 是 根界原居民的 合法傳統權益 受保護 之後再本地立法 這樣就可以得了 那晚刻我們都 我都沒有睡 在那鬥鬥鬥鬥 鬥到晚刻 天亮了差不多 五點鐘 寫好了之後 交給郎法看 看完之後 他都覺得相當滿意 我就叫他講 我說大哥 你明天又要講 最好呢 你自己 將這篇 稿 重新抄一次 為什麼呢 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抄一次之後 你就容易入腦 你如果照讀 你不會讀出來的嘛 於是他自己抄了一次 抄完之後 差不多都天亮了 六點了那時候 我說我眼睡了 我回到房間睡了 阿芳在等著我 他都沒有睡 於是我就說 你 都休息一會 他說不要了 我約了 李嘉誠和幾個 吃早餐 七點鐘吃早餐 還有這份東西就要 立刻要交給那個 起初委員的秘書處 因為當日沒有WhatsApp 沒有那些東西 他都沒有睡 看完他都換了三天去睡 早上去查我 回房間睡 我當時就說 如果沒有問題 就不要打電話給我了 結果 到下午 一點兩點的時候 他打電話給我 我問難道 不行 他說 搞定了 基本法第四十條 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結果 就是爭取回來 流行法也都放下 一塊心頭大石 那一刻 他和我 就去吃了一頓好東西 之後 有了之後 新界人都覺得 都滿心歡喜 其實到1997年回歸之後 基本法就實施 那當日 我就跟流行法說 我說基本法四十條 雖然是有了 但是 是一個有靈魂 沒有生命的 是否應該要跟政府說 要本地立法呢 那他就問 為什麼呢 我說因為 何惠原居民的合法 千中權益 基本法雖然有說 但是那個細節不清楚的 是沒有一個法律可以執行的 就是等於基本法二十三條 是有的 但是你沒有本地立法呢 你就執行到 所以建議打鐵趁熱 就建議政府 就要求政府 就基本法四十條 進行本地立法 勞列清楚 這些何謂新界人居民 那個法律地位是什麽 何謂合法 傳統權益 包括是什麽 清楚下來 包括好像丁屋那樣 包括丁屋 是那個建築期間 政府要什麽時候 開始批什麽什麽 那就清楚了 不要用行政措施 是吧 但是當時呢 香港的那個副主席 就是張學鳴 他就反對 他反對的理由呢 有兩個的 第一 合法傳統權益 不用說得那麽清楚的 大家朦朦朦朦朦朦最好 可以各自表述 可以有無限的解釋空間 第二 他說如果要本地立法 在立法局裏面 怕那些民主派 那些就反對 那麽當時我提出 兩個理由反駁他 第一 如果是蒙蒙茶茶的話 不清晰的話 那個解釋權 是在鄉議局 還是在特區政府的手裏 如果在鄉議局有解釋權的話 可以解釋權的主動 那就不用擔心 但問題就是 那個權不在你裏 那個解釋權行正在政府裏面 不知政府什麽時候 特區政府什麽時候 是大兒媽來的 是吧 怎知它什麽時候 清楚就好過不清晰 第二 如果立法 當然立法會不通過 如果民主派等等的人 否決了的話 我們認清楚那些是朋友 那些是敵人 是吧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算40條本地立法失敗 但基本法第40條文 不會在基本法被抹除 即是等於基本法23條 當日本地立法失敗 但23條仍然在 所以今天 特區政府仍然可以提出 23條進行本地立法 所以我說 我們沒有所失格 但是很不幸 另外就是 劉行法就聽取了一張學名的意見 結果 今天之後 十幾二十年之後 我們看到那個惡果 就是丁屋政策 但是 受到一個叫郭卓堅的人 去挑戰 究竟 合法傳統權益裏面 丁權是否合法傳統之一呢 這個官司 令到鄉二共 辦法辛辛苦苦儲回來的錢 沒有了八千萬 如果當日很清晰有了的 法律有明文 這個是合法傳統權益來的 就沒有了這些 還有一件事 今天 鄉二共打贏了這場官司 但是丁屋問題 到今天都未曾解決 為什麼呢 你有了權 但是申請丁屋的時間 三年有此 十年 都未申請到 這間屋被你建好了 拿個入伙子 要三年 你想想 一間屋被建好了之後 三年五年都未拿到貨資 又不讓你住 它擺空了 這間屋裡偶爛 為什麼 因為沒有法律條文規定 只不過是政府的行政措施 沒有說要規定 如果有的 大家清楚了 是不是 是吧 再加上 現在丁權挑戰 不見了八千萬 很可能跟著還有 郭卓堅之流的人 又會提出那個殯臉權 是吧 那你又如何呢 包括那個祖堂土地的問題 政府收地的不合理的賠償問題 都要清晰勞烈 免致有心人去搞破壞 所以鄉議局 我認為 應該要秉承狼發前主席 當日的決心 是為新界的族群 爭取應有的合法傳統權益 將基本法這個條文 變成一個 是一個可以執行到的本地立法 界定得清楚了 就不會再有些 阿知阿諸 不會有節外生枝 但當然 今天的鄉議局領導層 沒有什麼氣魄呢 否則的話 如果只不過拉拉扯扯 很快 香港 一國兩制五十年 到五十年之後 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六年 如果再不清楚的話 流於空談 所以 新界鄉議局 應該作為新界人的所謂大祠堂 就應該做一些實際的事 當然 作為一個新界鄉議局 都被視為最早一個外國的組織 是否應該有些發言權呢 我們經常看到 上北京 見領導人 見夏寶龍 為何不向夏寶龍提出這個問題呢 這個事關 新界社會的穩定 而這些所謂合法的傳統權益 是一個歷史性權益 是新界的傳統 如果不是你以現在這樣的做法呢 沒有用的 是吧 所以 一定要 《基本法》四十條所說的 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受特區政府保護 那怎樣體現特區政府保護呢 本地立法 就最好的了 而不是 沒有法律規範之下 是靠一些行政措施 這個是不知實際的 這個不是令新界的社會 是長治久安的 所以 我呼籲 新界鄉議局 在這方面 秉承《流氓法》主席的不法艱苦 是完成《流氓法》的大業 也能夠讓新界的居民 的村民 和氏族社會 能夠安心 今集就講到這裏 希望大家 支持點贊 多謝各位